今天做韭菜盒子 这个面呢是烫面 烫面的话吃起来口感会比较柔软一些 如果是冷水面呢 那你就是不能做的量比较多 要一次做的就是做一顿的就好了 一顿吃掉就好了 因为剩下来如果是第二次再吃的话 加热以后会口感会非常硬 我先生不在家 所以我指着我自己一个人的量 我大概做五个就够了 五个应该也是有多 四个应该是比较合适的 然后我们来擀皮 擀皮的话尽量要擀薄一些 尽量擀圆一些 擀圆一些的话包起来会比较好包 台湾的面粉大部分是进口的 因为台湾不能种植小麦 所以都要从国外进口 大部分是从加拿大呀 从美国进口 所以呢 因为我的老家在山东嘛 所以它这个 面粉的特性和山东的面粉的特性 和老家面粉的特性是不一样的 它的它的粘性是否会比较高一些 如果我在老家的时候 我擀这个面皮的时候 它不会这样粘 这个面粉呢 它擀皮的时候会比较粘 按板 在老家的擀面皮的话 不用这么多手粉 差不多一点点就可以了 但是在台湾不可以 因为它就比较粘 粘板 所以那个 一定要刷手粉才可以 今天我和的面会稍微硬一点 韭菜盒子的皮呢 最好比较柔软一些 那吃韭菜盒子的时候 有的人可能会胃不好的话 胃可能会吃完了以后 胃会不舒服 如果胃病比较严重的话 最好就不要吃了 那如果比较轻的话 吃了只是一点点不舒服 可以喝粥 一定要喝粥 如果是有玉米粉的话 做玉米粉 我们叫做玉米糊糊 可以做这个粥来喝 喝了以后呢 胃会比较舒服一些 不会有不适感 那还有如果不嫌麻烦的话 小米粥是比较好的 但是台湾的小米呢 它那个品种也是和我的老家的那个品种不一样 我老家的小米如果煮粥的话 会非常的粘稠 就是会有很香的味道 但是台湾的小米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边种植的 会是比较水 就是那种粘稠度出不来 就是怎么样煮都是水水的 那个香的味道也不足 鸡蛋不用放太多 放太多的话 会有一点点 因为鸡蛋它有一种 嗯 不知道别人会不会觉得 我是感觉会有一点点腥的味道 会影响口感 韭菜盒子呢 一定 这个封口呀 一定要给它封结实了 否则的话 你烙的时候呢 它会 它会有枝叶出来 枝叶出来呢 就是 呃 外观会 很不好看 而且烙 烙的时候呢 也 也会影响那个 就是 那个 香酥的那个表皮 香酥 它会 有一些发硬 不酥 所以呢 你在 捏 这个花边的时候呢 稍微用力一下 要让它 封紧 封住 主要的目的就是 不要 让汤汁出来 哎 我烙韭菜盒子的时候 嗯 会放一些虾皮 虾皮的营养非常好 它 它是 补钙会 会 有 含比较多的那个 钙质 而且它的味道 也 我 我是海边 出生的啦 我是喜欢这个味道 也许有人 呃 不适应 用油炸一下 用油炸一下 用油炒一下 然后它鲜的味道会出来 所以处理一下还是可以 它很提味道 我是直接用的 就是晒干的虾皮 我是直接放的 嗯 捏口一定要 要捏实了 捏实了 才可以 我不太能看得到我的镜头 因为我只是一个人 随便拍的视频 嗯 有可能会出去 有可能角度 嗯 不是很好 在我们山东老家 嗯 冬天的韭菜会比较好吃 嗯 台湾呢 台湾的韭菜 一年四季差不多 没有什么比较明显的 它的韭菜的味道也是有差的 这个是水土的关系吧 嗯 昨天买到的韭菜是比较粗的 还好不是特别老 还可以 我的馅料只够包四个 嗯 也不错 我正好四个我就是还可以吃掉 再多了我也吃不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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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我喜欢我的吃的东西比较漂亮 嗯 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如果是捏捏上花边的以后呢 嗯 你烙好了以后 嗯 因为它是这个边就是会比较厚嘛 嗯 有厚度 所以你烙出来的时候 烙好了以后 它这个边边不会因为水 嗯 水量的流失会变得比较硬 它还是比较柔软的 因为韭菜盒子的面皮还是 嗯 非常追求有柔软度的一个口感 否则的话 它也就不用 不用用那个烫面了 也就用凉水面就比较 比较那个也不费时间 也比较快捷 所以呢 如果是追求喜欢 嗯 比较软的口感的话 就用烫面 用烫面呢 嗯 再 捏上这样一层花边 你这个边边呢 在 烙好以后呢 吃的时候 会比较软 而不是硬硬的一个口感 好了 我 就包完了 那我就要去烙了 很快的